大家好,我是谷月 自己在家炒茄子豆角 怎样才能炒得和饭店一样好吃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你只要发几分钟看完这视频 你就能学会 炒出来的豆角茄子软烂入味 非常的好下饭 下面我把茄子豆角最简单的家常做法分享给你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小把的豆角 加入少许的食盐 再倒入多一点的清水没过豆角 用手搅拌一下让食盐融化 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用淡泳水浸泡豆角 能将豆角清洗得更干净 我们吃起来也更放心 再准备两个紫皮茄子 也放入水中浸泡一下 接下来我们准备几颗去皮的大蒜 先用刀将大蒜拍碎 拍碎的大蒜更容易散发出蒜香味 也更容易将它剁出蒜末 这里也不需要剁得太碎 稍微带点颗粒感就可以了 剁好之后将它装入碗中 再准备四五颗小米辣 斜刀将它切成马耳片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用大红椒来替代 主要是配点颜色 切好之后将它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青线椒 也用斜刀将它切成马耳片 切好之后和红椒片放一起 浸泡好的豆角茄子 我们先将表面清洗一下 茄子和豆角 我们都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 它从地里采摘到运输途中 难免会沾上灰尘 甚至还有药物残留 用大红椒水浸泡一下 再用清水清洗几遍 既能够将表面的灰尘与杂质 彻底的清洗干净 也能有效的清除药物残留 这样我们吃起来就更卫生 更安全 全部清洗干净后 都捞出来沥干水分 沥干水分后 先将豆角码整齐 将豆角的头部和尾部切去一点 然后再改刀 将豆角切成五厘米长的小段 全部切好之后 将它装入碗中备用 茄子我们将它放在案板上 先将它的地切去不要 然后改刀 将它切成厚片 茄子我们用圆茄子或者是长茄子 都是可以的 切片之后 再改刀将它切成长条 今天的喷用方式是用油炸 所以切茄子我们可以适当的切大一点 切好之后 将它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往茄子里面撒入少许的清水 这里的清水不易加的太多 只要将茄子表面 能稍微的沾上一点水 让茄子表面能够湿润 这样就方便接下来的操作 用手抓匀之后 再往茄子里面倒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再次的用手将玉米淀粉抓匀 让每一块茄子都能均匀地 粘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这样可以锁住茄子里面的水分 同时也可以让茄子在炸的时候 不那么吸油 像视频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小碗 加入摄氧的食盐 小半勺的白糖 再来一丢丢的鸡精 加入两勺生抽 少许的老抽调下色 再来一勺蚝油增鲜 最后加点胡椒粉增香 再来少许的水淀粉 用勺子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化开 提前调好碗汁 可以缩短炒汁的时间 省得炒汁的时候 鼠蒙搅乱 搅匀之后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锅 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将油烧至六成热 筷子冒泡的时候 再将茄子全部倒进来 茄子倒入锅中后 先别急着翻动 在油锅里炸上十来秒后 再用勺子轻轻推动 使其受热均匀 茄子表面炸至定型之后 就用漏勺将茄子翻面 将茄子反复地炸 炸成两面金黄之后 再用漏勺捞起来 困干油 困干油之后 先装入碗中 接着将豆角 也倒入油里面 炸一下 豆角下锅前 一定要困干水分 避免炸的时候 油飞溅起来 干掉自己 豆角炸的时候 时间不易过程 下锅后翻动几下 就将它捞起来 困干油 困干油后 和茄子放一起备用 接着锅中留底油 下入蒜末和红椒片 用小火炒出香味 亲爱的朋友 视频制作不易 就请您给我个关注 点个赞呗 能得到你的支持和鼓励 我更有信心 把美食分享给你 非常的感谢 炒香之后 将青椒片 茄子豆角全部倒进来 用锅厂快速地翻动 将茄子和豆角炒散 让茄子和豆角 都能装上蒜香味 翻炒均匀之后 将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切得用锅厂再次翻匀 让茄子和豆角能够充分入味 我们调好的料汁里面加入水淀粉 我们要不停地翻炒 以免粘锅 将料汁酥至浓稠 完全包裹 完全包裹茄子和豆角 就可以藏起来出锅了 将它装入盘子里面 美味继承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豆角 制作非常的简单 豆角脆爽不加生 茄子软浪非常的入味 吃起来非常的鲜香下饭 自己在家里面这样做出来 味道一点都不比饭店里的差 喜欢吃茄子豆角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并且留言哦 关注我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 都是自己家里的味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谷月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